希望联盟史上第一批中央内阁成员 今天下午5点半开始 在国家元首穆罕默武士见证下宣誓就职 首相敦马哈迪和夫人敦西蒂哈斯马列席 见证所临选的阁员走马上任 我国第一名女副首相兼妇女部长拿都斯里万阿兹沙 率先宣誓效忠和保护官方机密 紧接着丹斯里穆尤丁 穆罕默沙布和林冠英一同宣誓 分别掌管内政、国防和财政三大要职 当中官司缠身的林冠英没有出席原定 今天在槟城高厅续审的低价买房案 而是在首都出席部长宣誓仪式 另外教育部长马智里 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丽纳 经济部长拿都斯里阿兹米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土莱达 交通部长陆兆福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冰心 人力资源部长胡拉 农业及农机工业部长沙拉虎丁阿玉 以及卫生部长土姬菲里阿玉 也分批宣誓就职 随着宣誓仪式在傍晚6点15分圆满落幕 一众新界部长将从明天开始履行职务